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 你讲一下投资里面的策略 通常你又怎样可以 投资债券有什么方法 是用策略去选择呢 其实花多眼乱 因为投资债大大话 都是数以千计 那么多 那你怎样去选择呢 我其实觉得债券 整个所谓债券的 range 真的非常之大 非常之宽的 就是由去到 所谓传统上最高评级的 即是一些最美国家的政府债券 主权债 主权债 两个A 一个A 那些那些 那些基本上就是一个 看宏观 看利率风险而已 Alex 我们现在新合作这个 支付简单 这个新系列里面 真是希望能够 想做什么 找一些专家来和大家分享 我不是说财严那些 不是说Number 不是这件事 又反过来 就是金融市场 因为这么大多资讯爆炸的情况下 到底那些专业的投资者 他真是想一些聪明的钱 怎样使用呢 真是不要只听那些小道消息 真是找专家了解后面发生的事 找专家来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到人去投资 真的自负了 可以能够做得到 不是说到很利利的事 希望能够深入钱出 能够在短短的大约30分钟 大家知道 究竟每一次 每一个方面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巧妙 还有内面行内的人 特别能够分享到一些 深入钱出的事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 拿出一些很好的知识 然后进行一个投资 成功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好不如大家收看 新一辑的智库解码 我是节目主持人Derek 又是我拍档 Alex 蕭绍涛 Alex 今天你有朋友 今天这个朋友专家 厉害了 大家一定要洗意工程 Viu Jone Viu Jone 钟富榮先生 来头马 就是光大资产管理公司 定式业务部的主管 是Fixed Income的主管 而他自己亲自主任 一个安心债券基金 过去几年 已经取得了不少奖项 也就是说 在金融界里面 钟先生相当出名的 就是在于投资债券 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 如果真的要了解一下 如何投资债券 债券的投资有什么方法 可以保本增值的话 今天这位专家 难闻可贵 你经常说的三户中 经常都想到大户 大户马鸡柴 这是大户中的大户 其实你主理的 通常来说 资金产 那人不介意可以说的 可以说得出来吗 其实理论上我们公司 就不想我们出来 去介绍产品的 我们其实都是 讨论一下这个投资策略 对 我们讲一下那个投资策略 没错 所以其实债券 很多人都觉得 债券这件事很沉悶的 又慢又少回报 没有那些 世价股 不是炒肠股 那些这么兴奋的 这些大上大落 其实为什么你会进入这一行 做这个定息债券 或者Fixed Income 机缘考核 其实上半身 可能我是做财务顾问 管理顾问出身的 BCG等等的机构 然后十几年前 又是那些 专业的那些开始做开 十几年前就去了 一间保险公司 做很多的 讨论项目 很多方面 管理方面的一些研究 其实那时候觉得 有哪个地区你特别是专注的 其实就是 可以说是叫做 Asset Alocation 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等等 其实真的 可以说是什么Asset Class 都做过的 但是我觉得 一直慢慢走来 觉得其实 其中一个 市场上 我觉得比较有空缺的 应该可以试一下的 就是亚洲的高息债方面 所以大概十年八年前开始 就比较 focus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很专门的 对 那么你 至于亚洲区 为什么没有太多人去投资 专注投资这件事 当时那个概念 觉得亚洲区是高风险的落后市场 很不同的看法 所以为什么 WILL 用一个专家角度看 和普通人看法很不同 绝对是 那时候 最记得 08-09年的时候 可能金融海少 主权债 冬欧四珠 什么叫什么 PIX 欧洲欧债 欧猪四个那些 然后亚洲又不行了 其实那时候 你刚刚开始做了 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中间那段时间了 刚刚开始到已经是03-04 所以也叫做 07-08大风大浪经历过 后来11年欧债危机 其实也挺多洲多冷气的中间 现在就是亚太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你专注于亚洲市场 亚洲和其他发达国家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做我们的高息债 我们将亚洲区 和北美 或者和欧洲区 等等来比较 其实我们挺觉得 这是一个我们叫做sweet spot 我觉得亚洲的高息债来说 因为什么叫高息债 有些人说难听些 就是说叫什么垃圾债 就是below investment grade的那些 bonds 但我们发觉到 好像大家一样说 其实大家多了一点 觉得亚洲都是新兴始残 当时的印象是这样的 是的 当时的印象是这样的 现在还未完全过去的 分类问题 分类问题 而且始终是外国人 你亚洲区有不同的语言 尤其是很多是中资的债 对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政情 中国的文化 营商文化各种 它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会对于 很多亚洲区的企业 他们会看得紧一点 无论说顺平的标准 认知标准不同 认知标准不同 顺平标准又不同 同样一些 financial ratio 可能亚洲区的公司 可能拿到credit rating 会低一点点 而且就算同一个credit rating 来说 亚洲区的公司 出到的bond 可能要比较更高的credit spread 比较更高的息息 但是有些人会发短一点的债 其实不是一个坏事 其实对于发行人来说难出债 反过来我们作为投资人 就可以拿到 比如买短一点的债 投资货 高一点的息息 最后 走出来原来的 但是仍然是一个结构性机会 所以你觉得这个sweet spot 真的在这儿 其实这个市场没什么人搭 但又有回报高 所以要提醒大家 因为一下子走得太专业了 正如阿威所说的 其实债券 我们在习惯国际上有所谓的评级标准 什么三条a 两条a 一条a 你低过a 你就变成不是投资级的 就是退休基金 保本那些 或者政府的投资 就未必可以买那类 所谓的below grade 所以国际上 为什么说闷了 以前大家打开本堡 对了 就已经不用想了 但刚才Will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专家要分享这些 不是说你随便冒险去买其他东西 而反过来 Will当时的最重要的增值在哪里 就是表面上 看上来 好像亚洲的债券 比起美洲或欧洲的债券 是表面上below grade 但反过来 计得出它其实不是below grade 也就是为什么 刚才Will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字眼大家未必消化得到 什么叫结构性优势 就是这种东西 也就是分析到 结构性是被人平低一级的 反过来应该是高一级的 也就是它用高一级的债券的质数 但用低一级的债券的价格来卖给你 是不是这样 大概也是这样 变成了一些被人低估了 有一些不是每一样都是 因为评级机构 全部都是美国美资为主 Standard and Pool 那些人去订了利益的标准 所以就可能会影响 始终是有一个国际高部的标准 本来有些标准是 譬如欧洲美国的房地产公司的 营运模式是这样的 可能对于来到中国的话 可能那些公司的营运模式是有些不同的 但如果完全用回欧美国的标准 有可能是未达标 所以是严格了 严格了 严格了 债券 整个所谓债券的阶段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宽 就是由去到 所谓传统上最高评级的 就是一些最美国家的政府债券 主权债 主权债 两个A 一个A 其实那些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宏观 看所谓利率风险而已 主权因素 是的 甚至乎那些所谓信用分析 其实有少少理论性的 就是你说它是两个A 还是两个A减 其实始终都是基本上是不会围弱的 主权级的 是的 所以就从事是 是倒下一个interest rate的变化 利息的变化 例如大家看通胀 大家看经济增长 有变化等等 那些其实如果过去二十年三十年 就是有恨黑了眼睛 去买美国政府债券 那美国政府债券 可能由十厘 慢慢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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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其实坐到现在是人大钱的 但是现在坐到现在 十年债的0.6厘的时候 其实就 你可以说实际上是 从一个购买力来说 如果去买一些美国家分帮 可能根本是亏的 从购买力来说 十年之后 每年通胀输2厘 1、2厘 都会拿回0.6厘 那其实是搞不定的 而现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他还是希望 投资来说 虽然你说 这个是不是叫做自负解买的战略 你买债券 很难说是自负的 但起码可以保值 保本很重要 是的 完全自负 是不是说错话 不是 保本很重要 但我自己说 债券也不会是窮人 哈哈 应该可能要先有些本 才购买的债券 所以我想都是风险管理 或者刚才资金投资 其中一个选项 是的 所以我们觉得 传统做投资级别债 其实现在的机会 基本上已经过去 赚大钱的机会 已经过去 上一代人的机会 但我们觉得 高息债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什么叫高息债 通常就是 2个B 1个B 信用中级 现在的息在市场上 可能由 4、5厘 5厘 6厘至到 15厘都有的 那个高 range 某大地产商那些 某大地产商就非常之高 平均是5、6厘已经很漂亮的了 是的 平均如果大家耳熟能长 那些靓名 其实只有5、6厘 是的 只有2厘 那我们的信用分析就是 其实会不会有些 8厘、9厘、10厘 甚至有部分 12、3厘的 都是拿得过呢 这是我们每天上班要想的事情 哦 其实你都是从回报率去考虑 以及他那个公司本身的运作 你想想 这个高德莉 因为某些平均信誉的价格 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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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给多些息去做这件事 就是我们觉得要兼顾 是 首先基本面要过某个大雨线 是 为什么最后都是安全的 不能说息高的买单 但是在安全里面 如果都是足够安全的东西 那都是高息一些 好过低息一些 是的 而且某个程度上 你的息高一点 你反而 你可以有一个叫做buffer 就是万一有些坏消息 它已经推先了些 即是一些漂亮到云的东西 那反而一有坏消息 是一个意外 那反而又会跌 嗯 说回市场 其实里面 居然对市场反应 那么敏感的时候 比如好像刚刚 今年年后 开始COVID-19 在美国开市场 就是欧美发行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说过 那个债市场很大波动 这个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 说回头就是 其实这些高息债的强项 就是或者其实 就是 息质是好一点 还有很多时候是两三年到期 短期债 那变成了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价 即是什么时候 理论上应该要 九十几%的机会 不要说一百 是一定会回到一百元的 所以跌多了的东西 升的机会大 当然升多了的机会 可能有少少机会 但其实比较上 有数计的一种资产类别 其实呢 其实有数计的资产类别 是一个例外 而未必是一个常态 因为譬如你说 究竟股票应该值多少钱 即是匯豐应该值多少钱 或者腾讯应该值多少钱 其实问10个人 可能有10个不同的价 还有什么时候才到的 所谓合理价 很难说的 或者黄金应该 什么合理价 什么时候才到也很难说的 但是这些高息债 就是通常 如果既然是一个三年的债 那理论上三年后 就会向那个价 有一个明确的到期的价 有一个明确的到期价 因为你的时间值 你看得到 什么时候收钱 这个很明确 但分析就要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专家做 不要乱来 因为到期那一刻 他真的还得到才行 因为你的现金流分析很重要 所以基本面 就不只是看市场宏观 那么简单 你各自看法债的机构 到底在到期日前后 即是要分析这个风险 到期日前后的现金流 是否真的可以 所谓兑现到它的本金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现金流 做盘生意的前景是怎样 现金流的管理是怎样 公司的风格是怎样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有时候做生意的重点 做生意不是完全是说 我要赚到些钱回来还 其实通常正常生意 是越做越大 到什么人是成功赚到一笔钱 还到一些债收工 是 有借有还 是有借有还 是问题的 做盘生意给人看 是有前景的 变成你可以续借到 是的 没错 再融资的能力 计算再来 是 所以做生意好像我们 都是不可以不借钱的人 整个保持的关系 正常的 正常的问题 怎样为之正常这些东西 专家看法和我们常看 未必一样 是 所以为什么 Will的重要性的专家就说 在这样的市况 这样的结构里面 你如何选择债券来买 第二样你还要控制 就是时间 成熟的周期 你换马的周期 要计算 这些东西 你们作为一个大户去做 我正在看 有什么基本情况之下 你们打算是长渣或者渣到尾 有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放弃 令到市场会大波动 我想知道市场倒是 基本上大家都放 大户都放手 整个都倒了 其实有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其实这些crisis 大概 其实通常是liquidity crisis 我觉得是流动性的 大概 十年八年有一次 比较糟糕 是的 其实通常过得到 是没有东西的 尤其是高息债这件事情 最惨烈可能就是那两个礼拜 就是恐慌性的市场 恐慌性 或者是 其实恐慌不恐慌都好 如果整个市场 做了很多杠杆 借下很多钱 然后被人call margin 的时候恐慌不恐慌都要买 那时候 那时候的风产很集中 是的 不要紧要 联署都帮了大家 一天恐慌就不停泡水 其实那个债市 应该相对比以前来说 就是稳定一些 其实今次来说 可以说 沿途三月份 沿途也是美国 譬如 那些S&P 狂跌 VX 加上去 很多银行的 risk model 忽然觉得要更加 margin 全世界有很多 售客 很少购买 就变成了这样的市场 有一个 correction 我觉得其实最重点来说 就是那个杠杆比都要控制好 就是有时我们觉得 所以不要过分地追求去买一些 看来好像很高质素的 譬如投资级债等等 因为是一个危险的 就是现在你看到 那个测试又漂亮 但是腰又不是很高 那不如借多些钱 这个很大问题 你自己有gearing 有很多人就说 基本上上次 还知道三月的惨况就是 他本身拿着的债券是漂亮的 本质不是差 那时市场恐慌插水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投资那块钱 是借回来的 或者很大比例借回来的话 你自己集中的风险 是你自己的问题 等于股票抗马战一样 债券的情况是一样的 债市其实看 我们也是看风向仪 其实债市里面 有什么指标可以看得到 其实没有一个单一指标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信用利差 就是这个bond的yield 和减去的无风险利率 它有一个信用利差 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 但是看信用利差 和一个长期的平均 从过去一年过去三年过去五年 似乎是偏高还是偏低等等 是其中一个参考 这个个别是大市的 看过大市 看过大市 因为你都可以看那个 就会知道那个情况 是否值得去留意 我们说回一个事情 说回市场 很多人都会说 喂 中国很不行 中国的 很多新港都不行 很多债都不行 又会爆 其实这些事情 就是传闻而言 那我们其实 可以作为一个债券猴资的人 应该是怎样留意呢 或者说 常常都说那句说话 就是火烧连环旋 这些会不会出现的呢 其实 我们觉得都是一个 top-down 去想这个问题 首先来说 就是 其实我们 云观上看 算是不错的 因为首先来说 看整个疫情来说 当然中国控制 领先全球 经济的反弹等等 甚至乎你看回 今年中国出口 其实是挺欧洲方的 最先复原 数据上真的最先复原 是的 甚至乎有些外国 一些其他国家 还在鎖下降的时候 反而中国未出口 这些实体经济 包括你现在搞内循环 也有十几亿人 要搞内循环 都容易搞 所以其实 本身经济的 基本面是 是好一点的 还有另一样就是 始终相对上 一个大国 其实是有 一个选择去比较相对 它有一个灵活性 有一个灵活性 它的总量大 是的 它可以自己互相支持 那个大国 譬如解释香港 一个开放型 少少经济 你没办法完全靠自己 所以整个云观环境 都会控制得比较稳定 还有当然 国家很多 比如很多 金融维稳的政策 那 经常都说 某个sector 尤其是地产 如果不是某大地产商 那些债券 那么厉害吗 当然是很多不稳的地方 其实你们怎么看 这些sector 方面来说 中国有没有什么危机 其实风险因素 任何国家都有的 当然是没有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我觉得问题 危机因素 我们觉得风险 是不是所谓 well compensated 是不是已经 你买下了十多厘的债券 你没有可能觉得是无风险的 是的 或者你觉得一定是有些 你应该 人家 或者你自己应该担心的问题 那些担心的东西 是不是觉得 可以接受到 还有一个部署好 部署好 还有是不是佔你整个盘里面 这个比例问题 其实最理想的就是 不仅是single asset class 风险分配 可以说high bond 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最好也有一些 譬如股票不重要 有些property也不重要 地产也不重要 资产组合的问题 是的 我觉得比例合适 其实是ok 所以你说地产 是不是一个 所谓很高风险的行业 当然其实 如果你用外国人的眼光 就觉得中国十年前 就应该 所谓泡沫 那为什么这十几年来 都仍然如此 其实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 其实十年里面 起码七年都在低迫 另外有两年可能是比较 松一点 就是不讲 不emphasize 叫做低迫 可能一年举了手 叫我鼓励大家 其实长期的低迫 调控 调控 非常限购 其实想到都行购 有限购 限贷 什么都限购 什么都限购 其实都是希望 减低风险 都是减低风险 风险可控 希望找地价 找房价 找预期等等 其实反而是好的 不要将大家的投资需求 或者使用需求 一次的释放 分开来慢慢慢慢用 其实是一个好事 基本上中国的情况 不是说上面的东西亂说 是这么差的 甚至乎我们在境外高息债 有一个所谓投资机会 就是因为始终国家不想 所谓房地产行业过分去发展 所以其实 譬如地产商不可以在大陆 银行借得太多 不可以跟银行借钱买地 买地不可以跟银行借 资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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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跟信托借一些贵的钱 但不可以跟银行借 就是很多规矩 但是其实有很多很有效的 其实有借有还 有能力借有能力还的 一些需求 结果要在境外那里 所以我们其实在境外 买所谓地产美元债 我们收到的利息 基本上是接近是房地产商 不同借钱或不同融资方法 最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借钱的人 但我们其实收到好的利息 比较高回报 有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安全系数不低 就是真的不降息 就是房地产行业 所谓的调控 不单止只是银行信贷 那么简单 甚至限售令都有 你不起到某一个程度 你不可以预售收钱 也就是限制着 你的资金流转 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集中在你的发展商手上 所以要设定一些红线 例如借贷比例 你那个还款的比例 有标准在那里 上次所谓危机出现的时候 其实有人踩了界 但是这件事不是每个人踩了界 很重要 那次整个香港市场都塌塌地 比较集中是一只 比较出名 我觉得其实 他为了调控 他限制了他 他才会派高息 为了在外面境外的集资 又补充他的资金 他不是因为运作很差 所以借急钱 好像借财子 不是这样做 两个不同概念 哈哈哈哈 你看Viu 除了看亚洲之外 我想大家全球化之后 其实在世界各地里面 哪个国家里面的债市 你觉得很高危 或者有什么问题 以后会消费你那边 我们大家要不可不察 我觉得其实 我们也不会太专业 找哪里是深入研究 哪里是太高危 我们觉得看不清那些东西 就不要买 或者买少一点就算了 所以我们也不是主力去打算 去哪里去购买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其实另一点可以去提一下 就是觉得 可能如果有机会 可能Alex问过 例如是否现在中国的入市数 中国有很多外国钱 去回大陆投资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外国的资金流 不停进入中国的大陆投资 是的 因为其实近一年左右 其实全世界那三个 很主要的那些债券指数 政府债券指数 是的 入市数的index 是的 我们大概计算是 可能被动地 未会有千多亿的美金资金 額外这样流入 可能这个数是低估到不顶的 那当然 对于中国存量的110万亿 人民币来说 这个未必是一个很大的数 但我觉得这个始终是一个 中线的一个趋势 这是两边的分析 有很多读者忽略了这件事 不好意思 提醒大家 因为所谓入市数那些 就是在于 如果你那个债券的市场 和里面的产品 甚至规管标准 你是能够达到 某一个程度的国际水平 其实就是将你那个 所谓的债券 纳入国际的债券指数里面 分了不同 有地区性 有所谓的 个别地区性 甚至是环球的指数 都有不同的指数 但入指数这下 所谓的量面 的侧面就是这下 即是 是全世界认可 你那些市场里面的产品 是可以成为我自己 环球资产配置里面 一个合格的组合 在这个情况之中 为何我提到的概料就是 为什么会有所谓 被动资金 例如我退休资金 退休基金才算 我去环球分配的时候 你按指数来分 如果你已经形成了 作为一个国际上 认可的投资产品的话 技术上是不能按比例去跟 所以被动资金就是这样 但是和聪明钱出现那种水泥鸭 才知道是另一件事 所以很聪明的 你早一点才入定 等它入指标的 到时再赚 另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Alex说到的一点 就是由两边变质变 对 如果你之前的指数 是没有中国某一些 某一些产品 成份的话 很多外国人的大机构 公司就没有聘用人去看这些东西 没有人去看这些东西 不如 没有穿人去看的话 就不管了 那就不管了 或者说 反正不懂就不如不买 但如果有一些 结果 我一定要买一些 那开始聘用了人 聘用了人去生物研究完之后 那些人都想 自己的盘大一点 可能会开始 其实也有一些优点 等等 反正可能会吸引到 想一些新产品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正如说 你那样东西 你真的研究的时候 我经常说 那个价值反映 以前你可能会 一触干打船人 说这些是高峰的 我不看 但当你变成了一个 认可的投资产品的时候 有专家去看 价值会反映出来 分析了有报告 有专题研究 有推广 这些东西 好了 Viu是专家 我们今天看节目 有很多小投资者 我们说一些贴地 因为最近有很多 Bond 包括iBond iBond 其实有很多 我想有数十万人 五花八门 很多东西 其实这些Bond 都是小投资者的接触 其实你有什么意见 可不可以说 有什么意见给投资者 有什么意见 可以选择才对他们的口味 这些不是你卖的地方 当然 香港政府 推荐的产品 我们应该要支持 质素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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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信用质素不差 没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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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一两厘东西 你买一两手 除非你继续去市场买 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想 ETF 其实我们要做 ETF 基本上不是大户 你一次过买这么多 ETF 大家都少少地 入到墙 在ETF 我知道美国 其实香港不是太多 美国那些是否很多 其实哪些是值得 可以给一些挑选 去考虑 我觉得ETF 就是一个工具 所以说回 我们觉得 哪一个资产类别 是值得投资 如果你又找到一只 费用不是太高的ETF 其实可能是一个 对于比较散户 简易入场的一种产品 OK 所以其实都值得考虑 但选择sector 我们不用考虑 OK 选择sector 其实哪些sector 其实作为一个 你也知道买上 哪些的 例如未来资 我知道 有些债券 就是高科技股 其实那些是否值得考虑 现在问题 还有一些传统产业 那些是最需要钱的那些 那些又不是值得去投资 行业哪一类是 是的 其实各行各业 都有很多人都想发债 哪些类型你觉得 是值得大家 我说 不会全部买完 就是你投那三个 哪个类型你觉得 值得去推介 我觉得现实来说 我其实觉得债券 都是应该 尤其是因为刚才分析过 投资级别债 现在真的信用利差 就是无风险利率 又几乎接近了 接着信用利差又很低 很低 真的投资级别债 应该是加一厘 加一厘 加一厘 加一厘半左右 很少的 所以 除非本来就有无限那麽多钱 是 你可以放一些 用来无本用的东西 如果一个大部分的人 我觉得多多少少 有些息收才行 那你一定要 亦都没有一个缓冲 是的 那你一定要找些高息债 高息债债债 倾向传统产业 倾向传统 倾向传统 重资产的产业 就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内房 亦都可能有一些是 和商品有关的 和一些 和一些个别工业企业 但是去到工业企业 其实就是 我们的工业 就是说 是基础性的产业 只要不是地产 我们就叫做工业 是基础性的产业 就真的要逐个行业看 很难说 就是高利率高利率 我觉得其实如果去到所谓 高 如果想从高科技的行业 高科技的行业 要买债 其实就 选择不算特别多 因为传统上 现在的科技股 就股值高 要是太小 你又买不到它 如果去到某个规模 去到股票市场 50倍PE 100倍PE 就知道了 1000PG 他都不用白债 所以就不是那么多 债的选择 当然有 比如说去到什么腾讯 你去到有债的 不是特别有投资价值 他们的债 对于无敌大的基金 可以资产配置 去买一些 但对于个人投资者 其实通常就不会去选择 那些 当然 再专业一点的个人投资者 可以试一下去找 有这些高科技公司 个别是有所谓可转债的 有CP的 可转债 深一步 未必一定散户 那些是专业投资者 为何 重点就是 如果你选择债的话 其实投资目标的sector 其实传统是没问题的 反而就是你的清晰程度 你的现金流 反而容易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计算息差 即是那个benchmark rate 和你的真的market rate 那个spread 够厚度的话 其实就值得买这些 因为风险回报 可以计算到数 是的 计算到数 而且也不只是看行业 看公司 就是内房 内房 因为内房由4L到15L 20L都有的 看质数 是的 所以看质数 看个商业模式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如果专注做住宅 地产 刚衰盘为主 或者首次数改 所谓的 就是upgrade demand 那些 是可以的 你不要建别墅 又会困难些 或者建什么工业 就是越主流 越主流 越主流 好重要 还有一件事 有些年轻人 有些人 就是他们勇敢 就是买债 然后戴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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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是的 所以就不是太简单 去说 譬如高息债 是不是其实100元 你买 买150元就好了 你买200元 可能开始有少少推 但算 你可能理论上 你买些 譬如很多 很多 比较 有些实力的 个人投资者 可能买些 譬如欧洲的 叫做COCO 许智温 或者是银行优先股 很多减法 总之 这么久以来的经验 都是 不要借个笼 买债了一次 几年一次的危机 是挺被动的 是 所以 始终也是 所以 我觉得 有一些朋友 如果打算退休的时候 买债是其中一个选项 既保物有增值 没错 听到Viu 其实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期待下一次 我听到出来 市场好像稳定了 过去年初的情况已经过了 值得大家分散 资产配置的时候 再想想债 或者再过一段时间 再找Viu 来谈谈 后市检讨 多谢Viu 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小公子 有一件事 我很想 经常说 我的梦寐以求 想做i-banker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i-banker 做过 做过 那我们不如 我们 说一下你的 见闻 好吗 见闻有什么想听 八卦的 可以放心 不是相秘密 是的 那我们希望每个礼拜里面 找一下你访问 十分钟 说一下你的所见所闻 故事 现在你也是继续在做 是不是 就不是有牌子 严格来说 我已经不是i-banker 是牌照范围 所以变成是牌照范围以来 而我是不管的 其他很多行家帮忙 所以他们有牌照去做 我知道你帮了很多公司 上去IPO 在香港 美国 这些团队工作 不是我一个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些 所见所闻 这节目真的不错 欢迎大家看看 这个新的环节 叫什么呢 叫做i-banker 建文录 主人勇是谁呢 就是 坐下隔壁的 萧萧托 我们又叫萧公子 这一集说一下 为什么你是i-banker 你的工作 是你的主要 这次第一件事就是 说一下你前世今生 为什么会入到这个 为什么要是i-banker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其实有很多 我们要Demystify 这件事 就是传说有好死多 是 因为i-banker 所谓Terms 这个概念 原本不关香港的事 所以一把年纪 可以说一下故事 97前97后 甚至03前03后 香港整个监管制度 是完全不同一样的 所以这件事先和大家交代 我自己入行这么早 其实难听说 它不是正途出生 是 03年之后 香港就有一个证监条例 规管了 你那个金融从业园的资格 一大堆规范的业务范围 限了之后 才叫做正正经经 所谓i-banker 是 即是有一个职涵 或者职份的范围 没错 例如说它一定会和你上市 集资融资 这类有关的 收购合并有关的 说得明白 所以为何就是说 由97过渡到03 正式有法律规管 之后 香港的所谓投资银行 这个定位相对清晰 是 其实不停在演化 而之前发生什么事 香港以前是大市场小政府 真的 继承了英国那一套 好老实 其实不是管得很严 所以为何就是 要说回故事 其实97之前 入行的行家 其实很难分它 到底是一个 证券经纪 是一个投资银行 还是商业银行的身份 其实当时没有分得那么仔细 所以这些历史渊源 你进入银行界 你是做了什么崗位 我本身就 古怪点 是读书来说是正途出身 是 进入了去 我反而是先做 这个 我就在四大里面 在big科里面 就是做科技 是先做科技科技 所以就不是直接进入 四大那些 会计师行里面 其实有一个顾问部门 是 做了 即是现在 有我们的财务顾问 以前没有分别那么小 所以四大里面 就有这个服务范围 我首先入行 入安永 是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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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个是安永 这个是安永 我幸虽不是安永 因为我自己正途出身 我读书 读香港 读中大 商业 然后拿了奖学金 去法国 读financial engineering 如果入行 如果在法国入行 就真的叫做ibanker 不怪法国 来到香港 那时没有明确 什么叫做投资银行 先做了财务顾问 然后 真正正正入行 就很有趣 就是入了中资公司 我都想不到 即是在九几年来 中资公司 那帮人做什么呢 那时候真的做回 现在我们叫做投资银行 变成收合合并 融资 我没有直接参与上市 我便帮忙买股票 但是那时候 那个界线不是那么清楚 我当时主要职务 反而帮国内很重要的项目 例如广州的地铁融资 就外有份 很复杂的东西 再之前 其实更复杂 香港那时候没有太多 卫星公司 就帮中国卫星公司 不是卫星 即是人造卫星 即是人造卫星 即是commercial Sector 即是射资人造卫星上天 那些融资 烦得人都瘋了 那时候我帮亚太卫星公司 卫星公司卫星公司 即不是技术 即是金融 即是跨广黄 Project Finance Project Finance下野 那时候呢 即是有责架 即是商铁融资 而股份黄 即是说 97前 就是混沌初开的时候 所有帮人搞融资 上市 雜资 卖股票 銀行这项目贷款 那些东西 笼统会叫作 Infusion Bank 但後來就像剛才所說過97年 政府不同了 然後法例又開始跟國際水平 有這個所謂證監條例之後 就開始要發牌制度 我也是叫做老人家 第一批自動轉制 自動搏 2003年我才第一次叫做在證監中取牌 叫做正正式職銀行家 就是iBanker 所以有一段這樣的股 所以現在開始一定要慢慢進行 要入行的人聽到很多年輕人 有這個iBank 辛苦的 先想清楚 第一 正途出身 iBanker即是投資銀行處理的東西 是很智慧的 所以基本上學力要求高 政府就說沒那麼高 大學搞定 通常iBank 修得人的話 差不多你都是MBA的 你不要想太輕鬆 差不多都是MBA 除非你undergrad 所謂的神科 財高八斗 或者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的 那些神科你已經撞完 那你就可以碰碰碰過 正常通常進入第一件事 做management trainee 都是這樣的 但是iBank的management trainee 就是人間地獄 24小時stand by 命都沒有 我見過這些年輕人 我就受不了 你叫我現在入學 但是他入職人工高 人工高會賺命賭 八萬大度 即是他幾年已經到 是的 看performance 基本不會太低 因為找得來的人 起碼都有分禁償的學歷 即是可能在美國那邊 多數會找Ivy League 香港這邊 長征恒大學 長征恒大學 香港這邊都是一線大學畢業的 即是神科的畢業 神科 神科是undergrad可以 其他就很難 另外一個入行的途徑 都叫做正路 但都是辛苦的 可能你會有其他 quantification 例如你已經是Lawyer 或者你已經是CPA 在這個情況下 有一定的專業資歷 用專業資格來進去 都可以 所以變成Ibank 其實基本上 那個門是相之闊的 例如現在最新興 做FinTech那些 你無所謂神科不神科 有很多他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programmer 或是engineer 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變成後門進去 即是進去的時候 已經幫你設計這些 所謂的交易程式 或者設計這些電子商品 即是創新的產品 給你買賣的那一款 那便會變成後門進去 我有聽過 有些什麼做博士 農業博士 都可以進去做 很專門 有些博士 例如說他要做分析員 是的 香港一樣很落後 不好意思 行家 很老實地說 為何我親自領教過 你真的要帶一個項目去上市 你在香港 碰行碰過 你吹水 沒有吹慣水 吹水就可能吹得過 但是一對著外國 那些基金公司經理 甚至是他的分析員的話 嚇到你面無人識 他隨時可能在那一行 已經是專家 即是我真心理教過 你知不知道上市搞什麼 你家公司丟丟丟 這也是事實 那些技術東西才吹死你 因為試過我幫月秀的水泥創 那次想搞上市 結果有美國基金經理過來 問一些問題 連我的工程師也嚇到他 我就很慘 他就問你那個 即是做水泥 有很長的火力加溫 即是那個妖 即是轉動來攪拌水泥 即是熟料的那條妖 他就問你 什麼溫度 他就暈倒了 1500攝氏 我一打死都要記得 原因就是 他本身原來就是工程師 是做那一半的 所以美國那邊的投資銀行 是專門到那一輩子 分到這個地步 就是他可能整個團隊裡面 證圖出身的那些 好像我那樣的吹水才算 只是賣股票而已 沒什麼所謂 或者如果是保證人 要幫你寫申請文件的那些 就可能是某些專家 但是他還有一些技術專家 是行業專家 是美國有足夠的人才去支持 所以香港這邊就急起直追盡量 但是始終我們的工業底 或者其他科技底是不夠 所以變成為何 就是投資銀行這件事 大家不要看得這麼古板 就以為總之有長春藤畢業 進去做完打閘 即是炒股票 然後坐正 然後呼風喚雨 不是這回事 真的辛苦到你拔開 我們聽到很辛苦 但是前序有很多 你不知為何 現在知道吧 其實這個 我們時間很快 再說了10分鐘 不如我們下一集說一下 究竟哪幾個iPAN 我們有什麼工作範圍 我們說實際的 好 下次再講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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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